2022年9月27日,大脚星人理事会,每天都这样做,传导丹尼尔斯科兰顿,一辙,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很高兴有机会见证你们意识的进化,我们知道你们很难认识到你们正在取得的进步,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缓慢而稳定的。 对你们来说,这就像看着草生长,但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今天在你们世界的某个地方,你们集体中的某个人取得了重大突破,别人一个真正惊人的觉醒体验,其他人处理了一生的创伤,在你们的集体意识中总会有一些不朽的事情正在发生。 你们都可以选择调整到人类集体意识中,感受那些因为那些与你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日子而发生的扩张,你们在那里是为了互相帮助,你们也在那里从你们集体中的其他人正在取得的跨越式发展中受益。 跟此,我们每天都建议你们调整到你们自己的能量,你们自己的振动,你们调整到人类的集体意识,你们调整到从上面,从更高领域来到你们的能量,来思向我们这样的存在和集体。 如果你们花时间去做,总有一些对你们有益的感觉,这是一种美丽的灵性修行,它比任何知识都带你们走得更远,信息会让你们陷入困境。 当你们陷入困境时,你们不太可能感觉到你们的人类同胞正在取得的那些飞跃。 作为一个人,你们一天只能做这么多,但想想如果你们把自己看作一个集体,你们能做多少,想想你们能得到多少,你们能创造多少,这是一个真正思考作为一个人类集体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但是再一次不要过多地思考它,因为这会让你们陷入困境。 如果你们要从你们总是螺旋上升到越来越高的频率这一世时钟受益,你们必须对可用的东西有所感觉。 你们在那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你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共同进化的群体意识的一部分时,你们可以体验到更多。 尽管你们在那里存在差异,随时随地寻找成长的机会,这样你们就可以跟上能量,你们可以让你们的第五维度之旅充满喜悦和轻松。 而当你们掌握了我们在这次传承中为你们布置的这种修行,你们就会有一些东西可以交给愿意这样做的人类同胞,他们会受益匪浅。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9月27日,扬声大师圣哲曼,更高意识的吸引力,传导James McConnell,译者,扬声传导。 我是圣哲曼,这个时候我来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现在都在运作,不再处于三维幻象中,是的,偶尔你们会发现自己在那里。 每当那些时候出现,当你们觉得你们迷失了,当你们觉得你们无法继续时,那些到来的时候,那是旧的编程重新渗透。 但我说重新渗透,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它,你们现在都在第四维度,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已经毕业了,你们已经离开了那个三维幻象,面纱已经脱落,但只有当你们相信它,只有当你们知道它是。 如果你们真的相信它,如果你们确实知道它是这样,那么你们现在就牢牢地融入第四维度,并朝着第五维度前进。 有时你们会发现自己在第五维度,在第五维度更高的意识表达中,当你们感到幸福时,当你们感受到与自然的联系时,当你们接触到水,你们会感觉到水中的意识。 但是,当你们触摸一棵树,感受那棵树内的意识和活力,它甚至会和你们说话,跟你们说话,与你们分享它的智慧。 只要你们敞开心扉,一切都在那里,张开你们的眼睛,打开你们的第三眼睛,然后打开你们的肉眼,以及超越这里的彼岸。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现在一切都对你们开放,但是你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在这里。 朋友们,这就是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根据,去完成你们的使命,你们更高神圣自我的使命,这一切都为你们服务。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一切都在那里,无论你们在任何情况下发现自己,只要让自己去做,做你们自己。 如果情况需要,让自己成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变得被动,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被动的。 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成为众多追随者中的一员,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当一个领导者,男人的领袖,女人的领袖,你们来到这里传播光,分享光,成为光,成为他人可以仰望和寻求帮助的闪亮之光。 当他们向你们寻求帮助时,你们会帮助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的神圣自我,即使你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或者他们不是故意去的,但他将打开表达的途径赋予他们更高的神圣自我并开始与他们联系。 他们开始问那些你们以前都问过的问题,我在这是要干吗?这是怎么回事?我是谁? 当他们开始问这些问题时,就像你们前段时间一样,那么完全的觉醒就开始了。 如你们所知,一旦完全觉醒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了,你们自己回去吗?你们会回到那个无知的状态吗? 当你们不知道真相的那种状态,当你们不确定自己是谁时,如果可以,你们会回去吗? 不,你们不会的,你们当中没有人会回到那个状态,因为你们都看到了光明,你们都感受到了光,你们都意识到自己就是光,所以放手吧,让自己成为并继续享受沿途的旅程。 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达到这一点已经很长时间了,之后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因为没有尽头,就像从来没有开始一样。 你们一直是,永远都是,而且现在肯定是在这一刻,所以珍惜这一刻,欣赏它的本质,并且肯定看到一切的美丽,看到一切的真相,看到光芒,感受一切的光明。 当你们这样做时,它会向你们周围的其他人敞开心扉,你们的振动开始将它们吸引到你们身边,就像它们更高的振动将你们吸引到它们身上一样。 喜欢吸引喜欢,这都是一个吸引过程,整个扬升过程都是关于吸引力的,这都是关于更高意识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低振动的情况下感觉不舒服的原因。 就像那些低振动的人在那些高振动的地方感觉不舒服一样,这就是正在发生的分离,小麦与骨壳的分离,这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这里将会出现真相的爆发,它将为地球上仍然被困在黑暗中的许多人打开光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并意识到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所有这些误会和不信任都会消失,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 伟大的觉醒就在此时此刻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准备好,为现在正在强烈发展的伟大转变做好准备,在背景中。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向光明,我是圣哲曼,我现在在平静和爱中与你们暂别,并且你们内在的紫罗蓝色火焰和伟大的白光继续扩展并增长到超越你们的巨大比例。 这样当任何人看到你们时,甚至在他们看到你们之前,他们就会感受到你们的光,他们会感觉到你们的更高震动,这会开始吸引他们到你们身边,你们也到他们的身边。